加拿大CBS前兩天刊登出來的新聞 那我們可以從新聞的內容裡面 它主要是在講說 台灣在面對對岸的可能施加的武力威脅 那台灣的人民是如何防衛自己 那這種採訪的角度已經是SOP 就是俄屋戰爭開始之前 其實也很多媒體看到 在吉普或是在奧德斯拉 在烏克蘭的所有大城市裡面 都有民房訓練 就是很多年輕人甚至老太太 都去學如何開槍 所以這個已經是媒體宣傳裡面的 標準的一個程序 但我們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有看到類似像這樣的宣傳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一開始搭配的照片 就是我們有所謂的 抵抗小隊 就是民防保衛者小隊 那他們是在台中那邊可能有一個區域 可以讓他們去做類似像這樣的演練 那他們的想法就是 面對中共的武力威脅 他絕對不投降 那如果國軍需要他們 他們就會全力支持國軍 然後但是他們演練的動作是在公寓裡面 踢門 這有點奇怪 那 但這個只是一個 一個 非常非常多報導裡面的一個部分 而且這已經是一個 怎麼講 不論你在任何一個國家 就算你在伊朗 就算是在伊朗 伊朗前 前一段時間的 國內的反對運動 也是有相同的套路 那我們都可以在全世界各個地方 世界各地方 可能即將發生戰爭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局勢比較緊張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看到相同的套路 如果這個國家經濟很發達的話 那就會有人來 有人跳出來說 哪些人貪污腐敗 就用貪毒這個 如果這個國家是很貧窮 很落後的話 就會有人出來 抗議 可能是隔壁那個國家 把 就因為隔壁的國家害的 所以我們的經濟才沒辦法發展 所以 永遠找得到一個 一個可以抱怨的對象 或是永遠找得到一個抱怨的敵人 而為 自己的理念或想法塑造一個敵人 是一個 最容易最便宜的方式 所以 我們看到很多外媒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各自塑造不同敵人 可能塑造俄羅斯 可能塑造中國 那 接下來就會營造一個很緊張的氣氛 那營造很緊張的氣氛 在故事裡面 一定會有被壓迫的那一方 那被壓迫的那一方一定要展現出抵抗的決心 不然 這個節目就沒辦法 石敬秀就沒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看他石敬秀進展到這個地方 也很正常 這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包括早先就是什麼 說什麼在台北周遭 有這個什麼射擊訓練館 然後呢 就是 我記得也是西方媒體在報導說 很多台灣民眾自動自發去練習射擊 即便用的是空氣槍跟實戰的槍支 會免作差太大 但是去練習射擊啊 什麼什麼的 就是要做好 如果一旦中共入侵台灣的話 然後他要怎麼樣做防衛 那現在這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新聞 前面我覺得老實講沒錯 就是西方媒體很喜歡在各個國家裡面 去買一些 找那些不安定的因子 都有固定套路可循 比如說 比如說 對就像前面講的 富裕的國家 就是說裡面有人貪毒 然後貧窮的國家就是說 說是被某個國家壓迫 再搬向台灣 那就一定是中國大陸的錯 首先新疆對不對 也是中國大陸的錯 現在新疆其實基本上 已經沒人在談了 對 這些事情都是 都是類似這樣的報導的套路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蠻可怕的 你想想看 假設這些人是真實存在 他們不是臨時演員的話 他們現在模擬去訓練這些東西 他現在拿的一定是假槍 但他怎麼會覺得說 他在戰爭的時候 他可以取得真槍 因為一定會有真槍 放心 就跟亞素營 亞素營在 亞素營在戰爭發生之前 他們手上有沒有槍 有 但是不多 大部分也是模擬的 一旦戰爭了以後 槍枝彈藥其實就滿地都是 就完全不用擔心取得的問題 他們就會有 第二個問題是 你說你要對抗解放軍 可是你去踹民宅的門 你覺得門裡面是解放軍 還是一般台灣民眾 這就是一個大的問題 就在邏輯上面 我們知道解放軍如果 就是我們跟我們將來遇到戰爭的話 解放軍一定有海向路 因為他是登陸的嘛 所以他的方向一定是 一定是在你的社區外面 向你的社區裡面前推進 所以你沒有道理 在社區裡面找解放軍 所以這根本就是胡扯 如果這個演練是真實的 你覺得他心中設定的敵人是解放軍嗎 還是在台灣 台灣內部 像邱世青這樣子 講當道不愛聽的話的人 像朱凱翔這樣子 竟然開這種頻道 講這種節目的人呢 我覺得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後者的機率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你真正要對抗解放軍 你應該要到前線去到第一線去 而不是在公寓裡面去獵捕解放軍 因為其實在那個時間點 你在公寓裡面獵捕 其實應該是解放軍獵捕你們 沒錯 你要打城鎮戰啊 對 因為你相反 如果解放軍打到城鎮了 其實你是應該在城鎮外面 因為即便是城鎮戰 也是由外而內 由蛋白區到蛋黃區 就跟房子一樣 打城鎮戰的風險就是這樣子 從房價低的地方 往房價高的地方打 從便宜 房價便宜的地方 往房價貴的地方 因為你一定是從外圈 往核心去退縮 所以看到這種新聞 我覺得其實幾個啦 如果是一些生存遊戲的玩家 那我們就沒有什麼意見 反正就是 遊戲本身就是這樣玩的嘛 然後呢 如果是一群 這個有點腦袋不清楚的 戰爭愛好者 那我們也沒有意見 反正就是 就是沒有你這個興趣 不要影響別人就好 但是如果都不是的話 就細思極恐欸 是不是有人在鼓勵他們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就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慢慢在走上 學習烏克蘭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學習了 烏克蘭在這場戰爭裡面 他們處理戰爭很多的方法 比如說他們的正規軍 原本一開始數量不足的時候 他們大量必須要動用 很多其他額外的人力物力 來補足這一塊 那其中就有一部分是像 亞素營啊 或是海耀營這種 原本不是正規軍 他就是民間 就類似像 民間團體 人民團體 或者是像 對軍事有愛好的人 聚集在一起 而且他們有相同的意識形態 他們都討厭俄羅斯 他們很想在戰場上面 只要是說俄語的 就一槍打死 他們有非常激昂的情緒 那他們定期會舉辦 很多不同的活動 所以這些人 其實很容易被凝聚在一起 那要怎麼樣分辨 像這樣子的人 你要怎麼分辨 他是兵還是肥 沒辦法分辨 這個沒有界限 其實沒辦法分辨 這個 你在戰爭的階段 其實就只有輸跟贏 沒有兵跟肥 我們必須要老實的講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 成平時期 我們用來評斷一個人的形式 作為是善跟惡 或者有很多道德 或者法律的界限 但是一旦到戰爭時期 其實那些東西的界限 會變得很模糊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樹林裡面有一個人 有一個黑影 你要不要開槍 那個選擇跟成平時期 是完全不一樣 你可能覺得對你有威脅 有危險 所以你就摳動板機了 等你靠過去看才發現 她是一個老太太 那你會不會後悔 成平時期你可能會後悔 在戰爭時期你是不會的 你不會因為開一槍 誤殺了一個老太太 所以你覺得良心過意不安 你可能殺第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良心過意不安 後面你就會變成習慣了 為什麼 你會跟自己解釋 我如果不開槍 萬一她是解放軍躲在那裡怎麼辦 你可以用非常多的理由 去幫自己合理化 非常暴力的行為 而這些東西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都說你不會 大家在成平時期 我們一定覺得 我們自己崇高 我們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 每一個都是這樣 等到把你丟到那個環境 有三天之後 你雙手沾滿鮮血 你連眼皮都不會跳一下 這就是人性的轉變 所以當我們在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覺得 保家衛國 你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 是一件很好的事 也是光榮的事情 但是你有很容易的管道 請找國軍在每個地方 每個城市 每個縣 招募中心 不用招募中心 請找招募中心 國軍需要人力 這是報國最直接的行為 而不是 而不是踹空屋的大門 我必須要這樣子說 國軍每年有這麼多的缺額 我們每年募兵都募不滿 你如果對保家衛國 有這麼熱烈的情緒 這麼崇高的 這麼崇高的理想 很多徵兵辦公室 就去那裡報到 對 這是一個最直接的方法 你加入國軍才有可能 在第一線去面對解放軍 然後你自己在那邊辦家家酒 要不就是你自己玩得開心 再不然就是 你其實骨子裡面 就是只是一個 視牆凌弱的混帳 你不敢面對真正對手的 對方的正規軍 你只想要欺負自己的老百姓 扮演自己幻想出來的那種 秩序維持者 或是那種愛國主義者 這在我眼中看起來 我就覺得你們是一群垃圾 老師不要阻止我 你不要講這種話 這話讓我來講 我覺得你們就是一群垃圾 對 而且其實我必須要講 我必須要講 他們可能會失望的東西 就是 你可能在國外 或者在一些沒有 接受過軍事訓練 或沒有普遍服役的國家 你可能手上有一把槍 或你有幾個人一伙手上有槍 你可能可以横行無阻 但你在台灣這種地方 就很多很多 你以為你可以欺負的這些人 其實你是占不了便宜 你很容易踢到 你不要以為你踢大門 你那個門一踹開 東西會炸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 我好像最近有看到你們南投縣 你們台灣內地有個新聞 就是有警察跟一位老婆起衝突 然後結果警察被老婆過肩摔 因為他是特種部隊隊伍的老婆 所以在台灣 當然很多年輕人 因為他自己 自己不服兵役 甚至很多人根本就沒有當過兵 甚至很多人替代役 那 當有這種機會的時候 喜歡穿的跟電影 或電視裡面看的一樣 所有裝備買的人齊選 大把大把花 多貴的器槍也買 假日就去生存遊戲場 開外掛 那 可是 等到真正在戰爭的時候 你要面對 你以為你可以欺負那些平民 那那些平民不一定可以讓你欺負 你以為是 你以為可以帶走